研究了香港Block文化幾年的港大輔導處主任簡志傑華 與以往的ICQ、留言板或討論區很不同 網上日記比較開放和真實 Block文化是用你自己的真人甚至真事去寫給其他人看 與以前的文化和我們想人用網絡裏有少許保留 現在的文化是變成一個地步,它是很開放的 賈志傑又說,Block文化不僅可以增加年輕一代寫作的興趣 他們的心聲透過文字和相片表達之後 還可以幫助了解自己,是舒緩感情的好方法 兩年前開始寫網上日記的Freddy又說 網友透過互相探訪和發問問題可以帶動討論